据日本每日新闻4月11日报道 随着日本追随西方进行对俄制裁 导致日俄渔业谈判无法展开 日本渔民也无法出海捕鱼 报道称 在往年的4月10日左右 正是大批日本渔民在北海道持五渔港出海捕鱼的时间 然而 随着日本加入对俄制裁 导致两国政府无法就渔业合作费和捕鱼配额等问题展开谈判 日本渔民的捕鱼活动也被迫叫停 日本太平洋小型鲑鱼渔业协会官员兼元峰交集地表示 一直没有消息 很着急 如果错过了捕鱼期 鱼就不见了 日美指出 随着日本实施对俄制裁 政府8日又将多名额外交官驱逐出境 两国重启渔业谈判势必更加艰难